大家好 老司机试车 北汽魔方这个车之前只是听说过没有见过试车 我今天也是第一次见到试车 那这个车有几个地方比较有意思 是超过它主售的11到14万的价位区间的配置 比如说它前面ARHOD的导航系统 之前都是在大几十万 100万左右的车去配置的 包括这个14寸左右的鸿蒙的车机系统 在11到14万这个价位区间的很多车 几乎都没有看到其他车有配置 包括它现在这辆用的是普通的外后视镜 而它已经有了电子外后视镜的版本 听说在2023年的年初的时候 就有可能法律通过电子外后视镜来进行一个配置 这些的配置搁在之前的11到14万车里面 是很少有配置的 所以让我一下就有了兴趣 那当然了 作为这个价位的一个驾用车来说 它除了刚才几个比较拔高的设备之外 其他的东西做的怎么样 我们就今天来看 好 我们还是从外观开始看 这个车的前脸就是跟现在很多的新能源车 一样做的是封闭隔山比较多的这种玩法 因为你是个汽油车 前面的封闭隔山做的比较多的话 确实对散热的压力会比较大 所以我细观察这个隔山 它上面用了这种数字点阵的感觉 并且这个颜色配色是比较年轻化的一个风格 那在这里面能看到 它其实中间是有镂空眼的 但是因为它跟底下这个黑隔山融在了一起 所以像是一个整体封闭的隔山的系统 中间是有透气的 只不过这个透气点并不是非常的大 那主要还是靠底下的这块来进行一个散热的处理 所以这个设计我觉得对于汽油车来说 是一个挺大胆的玩法 因为如果正面状风不够的话 它里面的散热的压力确实是比较高 那看来工程师是做了一个严谨的测试跟计算 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这边现在主流的玩法 一个小蜜蜜眼的日间行车灯 底下这些点阵的状态都是装饰 它的底下静远光的主灯是在这个位置 OK我们现在车身侧面 紧凑家用车10到15万的区间很多车 它的侧面的姿态都不容易做好 就是不知道为什么 就是很多人把钱跟精力都花到了车头车尾 一看车身侧面的姿态就选择 整个的奔跑的状态 包括静态跟动态的姿态都是没法看 但是我觉得北京魔方这个车 我把这个位置让开大家去看 整个的姿态相对来说 比例我觉得还是OK的 这里面轮子起到了一个很重要的作用 因为它的轮子起码是推到了19寸 作为一个11到14万这个价位区间的车 19寸的轮子 所以就显得侧面的识别还是比较强壮的 轮子的宽度是225519 这个宽度它的弹性可变形的区域还是OK的 不是用特别薄的轮子 所以一般家用过程中轮子也不太容易损坏 宽度225对于1.5T的187马力发动机来说 也相对来说是比较友好的 所以这个轮子我觉得不管是造型还是宽度 都是在侧面视觉里面起到了一个很重要的作用 OK我们来看尾巴 尾巴的造型也比较大的 一般这个价位的车很少有做这种的 中间断开的后面的扰流板的风格 这一般就是比较高端的跑车会用这种感觉 它这底下又有类似于扩担机的造型 中间有类似于F1的安全灯 但是这块是少了一个灯的 其实加了一个灯就整好了 尾部的造型跟头部的造型呼应的还是不错的 所以这个车整体来说外观看起来 还是在这个价位区间里面 属于是做的比较和谐的 好我们来看尾箱 这个尾箱打开之后 首先这个地板稍微有点高 已经到了我大腿上衙的位置了 里面的状态 单独右侧的一个照明灯 其实左侧还应该再加一个 这样的话后备箱照明就会更充分 现在能看到这里面是比较黑的 比较好的是左边右边都是有挂钩的 左边有一个120瓦的12V的点烟器 然后右边是有个耳朵空间的 跟主空间是不贯通 可以搁下沉的东西 左边也有一个耳朵空间 并且上面还带有网兜 这个挺不错的 来看一下地板下 地板下现在是一个储物盒 这个储物盒能装挺多的东西 这里面就省了一个工具箱了 再地板下一层 这里面是有一个非全尺寸的备胎 并且这个备胎的周围 还有空间是可以再Z一些东西的 这个后备箱的地板下的扩展能力 我觉得确实是挺好的 然后包括整个后备箱自身的空间的近身 对于一个4米6的车长来说的话 这个近身的长度也不错 宽度也是OK的 高度也还行 属于是比较规整的 没有太多的死角的空间 我现在尝试把第二排放倒 放倒之后就会形成有一点角度的 整体来说一个贯通空间 建议左边应该再加一个照明灯 这样的话照明就会更加通分 好 上车 好 我们现在坐进车内了 因为这是一个小展厅 所以光线是比较复杂的 并不是特别的好 我们尽量的把画面拍好 坐进来之后肯定先看设计风格 其实这个设计风格没有什么太多设计风格 就是跟现在一样 就是两块屏幕 中间这是一块用于星客的窄条屏幕 然后这是一大块14寸15寸左右的中间的横条的屏幕 其他的风格就是类似于跟外面一样呼应上的 L型的荧光绿的空调出风口 可能是这里面最跳脱的一个颜色的风格了 这底下还有氛围灯 跟上面直接就显成了一个撞色的感觉 有点意思 所以这个风格就属于是中规中矩 基本上大家现在都是这种设计风格 用料方面稍微有一点点惊喜 它这个门板上缘都是软糖素的 然后整个的中控上缘也是软糖素的 中控的中间这些位置 是类似于底下有一丢丢海绵 稍微有一点软的 类似于皮革包裹这样的风格 它的门板的中间的位置 这一块它的塑料也不是完全极致的硬 竟然也有一点点软的感觉 这个有点意思 就不是那种的邦邦邦的硬塑料的位置 然后你要说整个的车舱里面的 用料最差的地方应该是中控的左右 这些位置都是硬塑料的感觉 其实这是应该稍微加强一点的 毕竟中控的区域是大家操作的最多的 并且腿这种地方是有可能碰到中控倒台的 OK 做工用料就是比中规中矩 要想的好那么一点点 好 我们来看一下配置 因为这个车11到14万的价位区间 我们主要还是看高配的这两个车型 最高配的车型就14万多的价位 它是有放盘加热 前排双座椅通风及加热的 即14寸 15寸左右的鸿蒙的屏幕及系统 包括前面的ARHD的导航 这块的配置还是OK的 并且我也强烈建议 大家如果要买这个车的话 尽量把配置就往高了推一点 因为这样的车换车的周期都得在6年到8年左右 6年到8年其实你多那么一两万块钱的配置 但是舒适性一下差了很多 毕竟放盘加热机 坐以通风这样的配置 都是在最底上那两个配置 才给你有的 都往上推一点 给自己好一点 同时我这样顶配的车型还能看到 它用的博式的这套一堆毫米波 包括这块的摄像头的 2级的辅助驾驶的系统 这套系统我不知道在次顶配上有没有 但起码顶配上是有的 一般的这套2级的辅助驾驶硬件 在很多的13 14万的车上也没有配置 它可能更多的是给一个ACC之类的 OK我们来看一下使用体验方面的事 首先这底上是缺一个眼镜盒的 我觉得这是我的一个刚需的东西 再往下看 这块14寸15寸左右的鸿蒙的系统 其实是这个车的一个重点 但是因为这是个测试版的系统 所以现在并不是非常好用 厂商说这个完全不能代表最终版 包括速度 包括反应 包括功能 这个界面 这个APP的界面倒是挺简洁的 然后自己的这个界面的按到 你看这个按完之后没反应 现在就有反应了 按到自己这个界面之后 也是相对来说比较清新的 鸿蒙这套系统调好了之后 其实它的速度是非常OK的 外加上鸿蒙 它最大的一个精髓是万物互联 比如说我用的鸿蒙系统的手机 我的手机跟车之间 就会产生一个无缝的扭转 包括鸿蒙系统 你回家之前离家 比如说5公里10公里 家里面的设备就可以启动了 包括你从家走了 比如说离家了1公里 家里的很多设备就开始关闭 或者是什么扫地机器人 就开始启动了 这些是鸿蒙系统的一个延续 但是现在都没有法去试 但是这套系统既然有了的话 就代表更多的一个可能性 好我们来看中间这块屏幕 这块小的行车屏幕 并不太被方向盘环给挡住 基本上上面只挡了很小的两个脚 然后这套ARHUD的系统 因为我们现在室内 没法进行一个体验 等未来有机会开出去来进行体验 因为我觉得这套系统最有意思的 还是说在导航的过程中 你前面走走走走 然后慢慢的到了路口 该转弯的时候 你压在地上的箭头 咔就立起来了 侧面指着路口告诉你该转了 很大程度内的降低了 你错过路口的可能性 我觉得是ARHUD对我最大的一个提醒 也用起来还是很爽的 但之前确实在比较贵的车上才有配置 如今在11-14万的车上配置 咱具体的效果等 有机会出去开的时候再试一下 但是先表扬一下 OK再往下看 它的T字区的根部位置 这是有一个向下倾斜的处合的 就可以放一些手机之类的 后面是两个背件 然后电子的换挡系统 电子手刹的质感 跟挡杆的质感 这个有点差 其实应该得强化一下 应该是塑料件 但是模拟的金属光泽 这个稍微对吧 可以再弄好一点 后面是一个向后倾斜的无线充电板 然后再后面是一个很深的 并且里面是有公交出风口的 这样的一个储物系统 这里面可以搁饮料了 出去玩的时候 好再往下看 这里也带有一个照明的 带有下凹两侧带挡板的 一个中控T字区下部的储物盒 这块储物盒我也说了很多次了 就可以搁一些女孩上下车 换着高跟鞋之类 搁在这是非常合适的 里面有一个USB-A的充电口 前排的副驾驶 前面那块还有几个设置 比如说这可以用于什么拍照 应该是驱动这个摄像头的 包括这边 你看这块有实体按键 来控制整个鸿蒙系统里的 APP的界面 然后包括模式选择 包括收藏菜单之类的 这挺有意思的 这多了一个实体按键 OK最后一项 来看一下前排的座椅 座椅的椅形还是偏运动的 看起来感觉还是不错的 外加上荧光绿条跟黑色 及浅灰色的座椅 进行一个三频 视觉的风格还是挺OK的 而座椅坐上去之后 就感觉腿部的前面的位置 承托的有点高 有点顶着的感觉 座椅稍微有一点点短 座椅再加一点 前面再调低一点的话 座椅舒适性就会长很多 皮子摸着的手感还不错 同时海绵也有一定的弹性的感觉 背部感觉有一点点硬 等起来说 座椅因为功能还是不错的话 可以加很多的分 很多的11到14万的车的话 并不太在乎座椅的功能 但是这个车的配置推的还是比较高的 OK 我们现在看一下第二排 坐进后面之后 第一个感觉就是 整个大全景天窗在脑顶上 还是很透亮的 虽然中间有个过凉 但是过凉宽度还是比较克制的 天上的采光真是不错 一般在这个价位 有可能没有这么大个的一个天窗 这是要比方一下的 后排整体的感受 比前面的座椅要强了很多 后排的座椅皮质跟海绵 尤其是海绵的感觉 明显比前面要软 前面还是有点运动风格 其实我觉得驾驶车 没必要走这种运动风格的海绵 一走造型就OK了 没有必要特意调的比较硬 后面一下子软了很多 并且这个座椅的长度 我觉得也还好 靠背也是感觉有这个海绵形成 靠上去是有这个软和劲的 这还是不错的 并且座椅还稍微有点点包裹的感觉 整体舒适度 比前面要好了很多很多 这是不错的 这个后排座椅的舒适性 地板是接近于纯屏 中间稍微有一点点小凸起 这也是要比较一下的 配件的方面 没有隐私玻璃 这个价位基本上都没有 可以理解 空间的方面 对于一个4米63长度的车来说 第二排的空间也是挺大的 USB的充电独立空胶出风口 并且第二排座椅放倒之后 可以跟后备箱形成 稍微有点坡度的一个扩展空间 所以这个车第二排整体表现 不管是座椅软硬 包括腿部空间 包括脚底纯平度 都是明显还做的不错 尤其座椅的舒适性 比前排要好了很多 今天有限的静态体验的环节 完成之后 能感觉到这个车 它其实从整体的舒适性 包括配置推的高的程度来说 是没有什么太多问题的 如果你要硬调舒适性的问题的话 就是前排座椅稍微有点硬 当然了 这里面今天没有仔细体验 ARHUD的导航 及整个鸿蒙车机的这条系统 但是因为鸿蒙车机 现在并没有调好 我相信 因为我也体验过 几个车的鸿蒙车机的系统了 调好之后 这个鸿蒙车机还是很好用的 这些都是不用担心 现在的问题就是说 它的1.5T 187马力的发动机 跟7速双离合的变速箱 匹配完了之后 它的整体动力能力 包括舒适性 包括行驶过程中的隔音降噪的 这些方面的表现是未知的 等我们有了具体的动态试驾的机会之后 第一时间给大家带来一个结论 喜欢记得分享哦